大家好,这里是松树心语 昨天我们聊欧洲超导运会的时候呢,讲了几个小道消息 那几个小道消息呢,其实都有发展 有人呢,把张博士、张子丽的那个话呢,转到了微博、推特上 你看这个,目前参加UCAS2023的中国研究员透露 LK99团队拒绝向韩国其他大学提供LK99样品 他认为甚至薄膜都不存在 那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呀 不光说你这论文造假,你专利都是假的 毕竟啊,这个薄膜呢,实际上是在专利里边体现的更多 那按照中国的这个专利申请原则呀 那专利这个提供者啊,就申请者 你肯定要诚实守信,对吧 你确保你的专利内容要真实准确完整 如果你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虚构创新的这种内容啊 这个这种行为呢 如果严重的存在编造伪造或者变造发明创的内容 你这个是要负责任的 属于非正常专利申请 那这个情况下啊,可能将来呢 惩罚措施也没有多严 在中国呢,是什么呢 事情节不予减交专利费用 已经减交的,要求补交已经减交的费用 对情节严重的申请人呢 自认定非正常申请专利支持 其五年内对其专利申请 不予预交专利费用 减交专利费用 所以这个惩罚看起来也并不严重 是吧 韩国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估计啊,各国对于专利造假 都有一定的惩罚行为 不至于负刑事责任 但是如果你的专利卖了 是吧 骗了很多钱 你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所以这个事呢 就还得继续往下看 看看张博士的这个金口 这个这个玉牙断的这个案子 专利是不是假的 那当然了 如果是专利假的 那论文更是假的了 那张博士呢 是孤注一掷 我就是一眼假 我认定你一眼假了 那另外一个消息啊 就是在推特上有一个账号啊 叫失踪 这么一个 他说他是医学院的学生 这么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很好玩 我们看一下他的内容 就是关于全教授啊 最早的那些内容的撤出来 当时呢 其实就是这个叫失踪 这个人 这个学生 他发的 他听了这个全教授的课 把全教授在课堂内容呢 给大家讲了讲 说起来啊 大家可能对于全英文教授啊 可能还是有点 不能叫恶意的忽略啊 可能是有点 不了解啊 可能是按照戏剧的桥段去猜想了 根据这个学生啊 他上课的时候听到的简化 认为呢 这个全教授呢 一直是韩国LK99研究团队的原成员啊 另外呢 他参与这个团队啊 从 很多关键地方呢 都起到了作用 另外呢 认为啊 他和 李诗培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那这里边呢 他讲了几点啊 一个就是说啊 哎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最早的劳伦斯波克利的那个方法 他说我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那Griffin 大家知道第一篇理论研究的 LK99论文 实际上这个全英文说呢 我们已经做过 我就做这个的 那第二个呢 他说呢 只有李诗培能够造出来LK99 还是我们昨天说的 就是这个妙诀掌握在李诗培手里边 这个现在这个办法呢 看起来呢 有这种可能 但可能性大不大呢 还真不好说 为什么别人都弄不了呢 第三个呢 是所有的模拟啊 都已经出来了 他说 all the simulation have come out for 20 就是在20年之间啊 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了 另外呢 他们早就知道 别人会怎么反驳他们 就是世界其他实验室的人 因为别人在这一个多月里 走到这个所有的弯路 栽过的跟头 其实李诗培他们20年之内 这起码这十多年 他们把别人走过的路都走过一遍 不是把别人走过路 别人现在呢 都把李诗培原来走过的路呢 都走了一遍 第三个呢 就是看起来啊 这个全教授和李诗培的关系还不错 并不是说 因为未经允许擅自发表文章 已经被开除团队 他们关系闹斑了 还不是这样的 他自己啊 全教授在课堂上是这么讲的 说我和李诗培关系还不错的 我们俩 那么他说呢 由于篇幅限制啊 他只写了一半的论文 还有更多的细节还没有完成 他说呢 我呢稍后会继续发表论文 展示真正的诗文超道 哎 所以这个帖子呢 还很长 他接了好几楼啊 我们看一下 是吧 他接了好几楼 这里边 往下这个学生 那他说 自己说呀 这个 他说我只是一个 艺学院的学生 掐缝集会 对LK99做了一些报道 他的流量很高的 每个帖子的观看量都到 展示量都到上万次啊 另外他说呀 Nature 还有啊 就是Nature 那个那个那个报道啊 纯属无极之谈啊 包括之前那个 Professor Kim 就金贤卓 也反驳过这个 Nature的那个说法 说那你别听他们的 他们瞎掰呢 他又不是搞超道的 那另外一点 第八点 他说LK99啊 如果他很容易被其他人开发 那他早就造出来了 干嘛 他每次超道啊 我们讲过去讲过 每次超道突破 都要经过20年到30年 才能来一个革命性的成果 每一次都会原来完全不一样 推翻原来的所有主流理论 哎 他说他说这个 我觉得 道理上是这么回事 这LK99是不是这样的 很难说 确实是 如果史文超道 就像刚才说的 我啊 如果到周边的实验室 借个炉子 我都能烧出来啊 就有点这个普通物理 普通高等化学的这个这点常识 我就能烧出来吗 真没那么简单 他说的这个道理都是对的 那当然了 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呢 其实 呃 我觉得呢 就是薄膜那个是个关键啊 就跟张子力说的 实际上呢 呃 原始的LK99的论文和专利 呃 对于薄膜化气象成绩的工艺 呃 是唯一具有超导电阻的这个工艺啊 这个事儿啊 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量子能源研究中心 它是一个企业 它要赢 赢利 诺贝尔奖 那是后来的 他要先保持自己能活下去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 呃 不能算避手自针啊 他捂着盖着啊 这点小秘密不愿透露出来 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 大家都认为LK99 不是超道题 只是啊 一个绝缘体 或者一个一个类似于说铁瓷性的物品 哎 很有可能呢 是有一点没有捅出来 那就是LK99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没有捅出来 而这一点呢 一会儿啊 我们会介绍真可爱呆呆博士的 他在呃 哔哩哔哩网站上写的一个长帖子 哎呦 真不容易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 是能发很长文章的 他讲了他的详细过程 他也提到 哎 李师佩可能有点东西 要不然的话 大家总弄出来了 哈哈 这是呢 呃 关于啊 这个 从张子力博士啊 到全英丸教授 对LK99 一个完全对立的观点的 一个详细的介绍 就推特上有这么个内容 呃 那话说回来啊 LK的这个全家福啊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啊 呃 这几个人呢 除了金仙桌教授之外 都是比较低调的 这个全教授最近啊 就这几天在课堂上这个发言呢 哎 被大家呃 被这个被被被这位学生给给那个了啊 那他说呢 我呢 只是你看他说了吗 呃 下一节课呢 是周四在九点啊 应该说是呃 这个这个这个韩国时间 那么他也会给大家报道 那他把他的听课内容呢 写成推文给大家讲了讲 呃 所以呢 我觉得呀 后边呢 这个全英丸啊 很有可能会继续活跃 会在课上呢 会讲更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事啊 咱们还得继续盯着看一下 那讲完这个 全英丸的这个例子呀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呆博士啊 把他的这个秘密呢 给大家报一下 不是秘密啊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的一个制作方式啊 啊 就是LK99的某种合成方式呢 在私下交流的时候呢 被一个俄罗斯的这个 副宪者给公布了啊 呃 这个俄罗斯的副宪者呢 外号叫毛妹啊 大家中国人呢 对俄罗斯呢 只有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有一个称呼叫老毛子 那老毛子的姑娘呢 就叫毛妹 哈哈 所以这个事呢 就外号的Iris呢 就外号叫毛妹 这是啊 这个呆博士 他完整的 呃 技术了他在 bilibili网站上 公布的那个 合成的路线 因为他专利呢 已经提交专利代理机构了 所以呢 他就公布出来了 但是相信啊 很多兄弟们 已经在某T和外面 看到了所谓的 ZKAD的方法 哈哈 这个顶的真可爱 在ZKAD 并有人说 真的十分简单 呃 因为专利啊 已经提交给代理机构了 所以就公开一下方法 呃 他说 其实兄弟们啊 都被原始文献所误导了 正所谓穷且易奸 因为真的没有买到纯磷 所以直接走了一个取巧的方法 哎 他是直接用眼花签的粉末呀 硫酸签粉末和磷酸铜的粉末 混合后 在高压锅里面 开始高压水热 他说 我试了一下 一百七十度最佳 太低了 或者太高了 后期赔烧的时候呢 都容易出绿豆糕 水热十个小时吧 估计就行了 眼花签不要过量 过量也会绿豆糕啊 就是啊 那么一些掺杂文献啊 我也是了 都没有高压锅 直接炖 来的纯 啊 我们之前呢 介绍过戴博士啊 他的这个合成 他没有用硫酸根的方法 直接用呢 这三种啊 氧化签 磷酸签和硫酸铜来做 磷酸铜来做 那这是他的这个合成过程 呃 那么煮完之后呢 就扔到马夫鲁里去烧 去水 因为这个千积零灰是稳定性 还是不错的 所以九百多度烧要很长时间 他说我一般烧 二十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可以保证这个枪积分解 那取出来的样品呢 一般是银灰色啊 呃 如果同比例高一点的话呢 可能就是黑灰色 目前呢 测试了一下 就是室温抗磁 低温顺磁 其实呢 他说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掺杂方法 大概率都取了 M2点 无法实现这个定向的掺杂 那后边呢 他也讲了他的这个实验经历 包括呢 之前有一次干锅上掉东西啊 造成那个测试的一些偏差 呃 那么他对合成方法呢 也讲了很详细 那么海外的朋友啊 特别是国外的朋友 我这个频道呢 大概有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呢 是 呃 日本 韩国 德国的流量 所以我不知道不清楚 是不是当地人 那我会把这个链接呢 放到视频下方 呃 可以通过机器翻译来看 我就不详细念了 呃 他说呢 呃 按道理说呀 同改性千灵灰时的合成 其实相当简单 看过一点文献的人 其实都知道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的不同点在于 最好不要用供沉淀的方法做 也不要增加球模工序 尽量不要调PSG 那么千枪机灵灰时和盖枪机灵灰时啊 可能合成上有一点点的差异 呃 那么虽然大多数文献都说PSG等于10的时候呢 有利于枪机灵灰时的生成 当然我试了一下 碱性会出绿豆糕啊 这是他讲的具体合成方法 他特别讲 他说李时培的三步法 我一直认为是十分精妙的 因为灵灰时掺杂 没有必要一定要用黄铅矿和呃 灵塞亚铜这个东西 而且铜非常的过量 很多现象在理论解释上 都会被铜氧化物和硫化氧铜干扰 这点呢 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种方法巧妙到呢 其实我至今没有参悟到其中的道理 很多文献也没人解释明白 这两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相信李时培 不知道我这种超级简单的 合成方法 他说个人直觉上啊 如果真的能合成 中间一定隐藏了什么关键步骤 尤其是第一步 他说这是个人猜测啊 呃 那么这里边他讲了很多的猜测 呃 这里边呢 他这个 他说呢 有几种猜想 A呢 是这里有一种可能 铜呢 可能是安装上去的 而不是替换上去的 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很奇怪的前具体 就是M2点 其实呢 可能已经被铅给占满了 可能黄铅矿并不是黄铅矿 而是一种硫酸根替代磷酸根之后的一种类磷酸 灵灰石的结构 灵在替换流的时候把铜安装上去了 他的经济结构和灵灰石比较像 这也可能是毛妹呢 为什么强调用硅酸钳或者像色棚等什么样的物质去合成 呃 他说B呢 还有一种奇怪的猜想就是第一步是合成了一种撑杂的前灵灰石 其中灵灰石的一个或几个酸根被替代 然后呢 外接一种或几种表现为三架的元素 这些元素呢 还可能有挥发性 这样感觉上好像在外环的掺杂率可能会比较高 然后再和一个磷酸 磷酸亚同一起烧 这个时候可能内环已经被填满的话 外环上替换的概率更高 那C呢 他说呢 奇怪的绝招 这个东西啊 可能就是天才的手感了 就所谓圣手 相同的配料需要顶级的出师 总而言之啊 磷酸亚同的使用在我看来是天才 比起A和B 我更相信C 没有人会拿诺奖去开玩笑 上来公布一个错的方法 哎 这是啊 呃 呆博士呢 关于他合成方法的感想 写的很长啊 那么这里边呢 他说呢 我感觉后续也不会继续弄这事了 因为也没啥意思 就是要出论文吧 还要干好本职工作 呃 这是他的一个解释 我们讲这篇文章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为了和刚才 全英丸教授 他说的那个相对应 全教授说什么呢 他说的呀 全教授说呢 只有 李诗培知道 哎 真可爱呆也提出来 李诗培肯定是有一点什么样的秘诀 没有跟大家说 而这个事啊 他可不是 这两位都不是信口开河 一个是深度参与LK99这么一个事件 这么一个合成的 一个呢 这个真可爱呆博士 在国内也是合成次数应该是最多的人之一 他一直在琢磨 各种各样办法来琢磨 并且是呢 也是搞这个相关材料研究的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 呃 一言假 确实是比较过分的一种说法了 就是说 甚至说他们连薄膜都用不到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造假 呃 这种说法吧 可能就是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我觉得就起码到现在也是 呃 如果我们认定了这几位啊 屏幕啊 这几位连金志勋在照片上还没有呢 他们就是在造假 他到底为了什么 他到底为了什么呢 是吧 呃 所以呢 这些啊 这个 研究人员啊 特别是李诗培和金志勋 他一直是在主流学术界之外 但是呢 如果我们就吃这个负面的方法来看待他们 呃 可能啊 我们啊 可能就就有了一定的偏差 那这就是啊 关于呃 这两天的一些小刀小鱼板天飞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读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